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上个礼拜在讲那个Carno Cycle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就是不同的Volume之间的笔子 不然想说跳过去但是因为还有蛮多同学在问 所以基于你们的好奇心 本来是推导给你们看好了 那个是补充在Carno Cycle这边的 先恢复记忆一下我们上礼拜提到Carno Cycle有四个步骤 记得齁 拿四个 这一步是什么 等温的膨胀 然后绝热膨胀 等温压缩 绝热压缩 所以我们要去考虑它整个Cycle的过程所做的功 用Total的功的话 是不是每一步的功加起来 A B C D 然后呢 B 跟 D 是不是可以消掉 因为刚好是两个互相是相反 就好了 对 这一步是我们先去看 我先去看 OK 不知道 对 对 对 好 那個公的總total是這樣子 就是變成A的加上C的所做的公 那公的話 我們之前有推導過 可以用-RT alone 然後V2 B1的式子 那因為這個關係 式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再繼續進一步把它簡化變成這樣子 也就是說 對一個Carnel Cycle而言 你只要知道它前後那個溫度的變化 溫度差 H是high 高溫 減掉這個L是代表low 低溫 它的溫度差 然後呢 你只要知道它膨脹跟膨脹前後的體積 你就可以去算出整個Cycle它的total的功 好 那現在為什麼這一個有這一個關係式 它不是立即從這邊可以見 但是需要一點推導 所以我們在這邊推導一下 所以我們在這邊推導一下 從最簡單 W1 的定義來 好 那從這個 W1 它最簡單的定義是 Q 加上 W 那如果我們現在先考慮一個 決熱的過程 Adiabetic Process 的話 那 Q 就等於 0 就等於 所以 內能的變化就相當於是功 它的功 那如果我們現在考慮的是壓榮功就好 因為它現在在做膨脹壓縮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功是等於壓榮功負P delta B 那如果我們去考慮它的這個變化很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 delta 換成 D 考慮它這個 delta E 或者是 delta V 它的那個變化是很小的變化的話 我們可以用 differential 的形式來寫 是否 會不會做到的 如果我們要來做什麼 我們可以用的那個方法 把整理給你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用的 我們來做一些這些事情 就是我們在做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的一個多次 就是我們做到的地方 然後我們做一個多次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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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那如果底1等于-P底V 我们这边呢 1我们知道是2分之3NRT 如果对mor对mor就是2分之3RT 还有pressure 因为理想气体方程式 所以PV等于NRT 所以P你可以用V分之NRT来描述 那这两个把它带进来 1你用2分之3NRT 那所以底1的时候 因为2分之3NR是常数 对吧 所以你可以提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内能变化 其实相当于是温度的变化 那另外右边这边的话 P你用V分之NRT带进来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积分 还有你这边应该因为左右两边都有NR嘛 应该把它消掉 然后再来呢 这边是V分之底V 那这边有一个T T是不是应该要移过来 因为这边底T在这边嘛 所以要先一项整理一下 你把这边的右边的T移到左边去 就简化变成这样子 好然后积分 好然后T分是底T积分 你就是LN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它的那个温度变化范围是从 START一开始到最终FINAL的温度变化 那这边一样 负V分之底V的积分 那就是负LN 然后FINAL跟START FINAL 好 这边可以擦掉 擦掉 你把它移向一下 好 移到同一边去 3 8 4 好 你這邊積分了之後齁 積分了之後 你把它移到同一邊 移到同一邊 那所以這兩個 term 加 相加的話會等於 0 那 natural log 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前面的三分之你把它放到裡面去 就變成三分之四方 對不對 好 然後這邊相加 兩個 natural log 相加的話 它變成它這裡面的這個基數是相乘 好 把它結合起來 那這一個 natural log 的這一項要等於 0 那表示說這裡面的這個 term 要 1 OK 好 那我們就得到這一個式子之後 我們回來考慮 Carnot Cycle 裡面 它這兩個 adiabatic 這兩個決熱的過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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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我們 休息一下 去想要五分鐘 這個是四方的淇 kont 我們就讓它切一 члат,一個角度 來了 這個可以有一點 但是現在都有很多 好嗎 可以嗎 又可以嗎 看一下 感谢观看 从这个关系是刚刚推导出来的 我们把它移回来考虑 这个Carnel Cycle里面 这两个Adiabetic的过程 决热过程 第一个是Adiabetic Expansion 膨胀的过程 膨胀的过程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2到3的这个过程 B的这一个 从State 2到3 那你就把它带进去 2到3的话 那个Final是比较高温的低温 低温的 所以后来的是低温 一开始是高温 就带进来 然后后来的体积是什么 V3 因为后来在State 3 然后一开始是在State 2 带进来而已 那这个会等于1 那对于Adiabetic Compression压缩的 决热压缩过程 那就是Process D的这个过程 D的这个过程的话 它是从State 4到回到State 1 State 4到1 那它的温度呢 是从低温到高温 从低温到高温 所以对Compression这个过程的话 后来的Final的话 是在高温 温度在高温 一开始是在低温 好 带进来 然后一开始的那个 State的话是在V4 后来是在V1 OK 带进去等于1 好 然后再来 从这两个 是只Combin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嗯 嗯 中文字幕——YK 从这两个式子 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 就是在这边把它导数 那导数之后其实还是1 4 这个照超过来 然后这个你把它导数 其实你哪一个取导数都没关系 只是说让这个term是刚好一样的 好 那所以这两个项都要等于1嘛 也就是表示说这一个term V2除以V3要等于V1除以V4 那这边要稍微去 调整一下 你把那个V2拿下来 那V4就这两个位置交换 可以吗 对不对 这边是OK的 这边这两个可以交换 所以V1变成就V1除以V2会等于V4除以V3 好所以这一个式子就证明了 Carno Cycle它的Total的功 它是从这边 leave RT H 太其了 因为这边这一个式子成立的关系 所以最后会变成这个 好这个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好 那第十章我們就到這邊暫時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上禮拜也講了一部分的十一章 電話學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有哪一些 帶著大家一起看一下同學 來 我們瀏覽過去那個 我們氧化還原這邊上禮拜看了 那這邊有一個重點 電話學這邊一個重點 跟我們剛講過的熱力學要結合起來的 一個氧化還原反應它什麼時候是自發 其實是由熱力學來操縱 當熱力學上面ΔG 我們說要小於0的時候 它才是一個自發反應嘛 那麼根據ΔG等於-NFΔ1 這個關係是你可以把它聯繫起來 所以當ΔG小於0的時候 它告訴你的是Δ1是大於0的 所以從電話學的觀點來看 我們說電話學氧化還原電位 必須要大於0的時候 這個反應才能夠是自發 但它其實根本的原因是因為 自由能的變化 對於它G要小於0才是自發 所以這個之間的關係 關聯性你要把它表清楚 那這邊課本上有一些基本的 比較簡單的那個電池還有電解 還有最基本的標準電極的那個定義 這個要我們可以幫大家一起帶大家一起看一下 複習一下 SHE我上次說的不是那個 不是Selina跟Vivi那個 是Standard Hydrogen Electro標準氫電極 因為你這些各式各樣不同的物質 它們的氧化還原電位 它必須要有一個基準 那這個基準我們定的就是 以氫的還原來當作標準電極 它的電位是0 在標準狀態下 在一大氣壓下 你的氫離子的濃度是1m的時候的那個電位 它的還原電位是0 那所有其他的電位 都跟它來做比較得到的值 好 所以這邊的話 Votec Galvanic Cell就是電池 基本上有福打電池 還有氫電極這邊標準電極 它跟其他的比如說氫跟標準電極 銅跟標準電極 那麼氫銅電池 氫跟氫的電池 Sell是電池 就是電池 好 那再來就是這邊的重點 比如說濃度對於電位的影響 濃度對於電位的影響 因為在這之前我們討論的是 它跟標準氫電極之間的差別 在標準狀態下的時候 那當它的比如說濃度偏離了1m的時候 的濃度差它也會造成電質的改變 電位的改變 potential的改變 那這個電位怎麼改變的 就是我們剛剛在熱力學裡 跟大家推導過講過的 Nurse equation來主導 它電位到底會變多少 不同的濃度下電位會變多少 或者是在不同的溫度下 它偏離了它標準狀態電位差別偏離了多少 是從Nurse equation來決定的 那Nurse equation 我們也show給大家看了 它的根本其實是 也是只有熱力學 熱力學在操控的 好 所以這邊是 第11章這邊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講第10章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講得差不多了 怎麼去using electrochemical cells to determine concentration 還有E0跟ΔG0跟K之間的關係 那這個部分也是熱力學這邊我們講了 那課本上還有一些 舉了一些例子 一些常用的電池 但是這裡我們高中 小時候有學過了對不對 小時候 謙虛電池 乾電池 它的陽極反應 陰極反應 啊有些人在搖頭 啊 好 那我們這邊一頁一頁這樣帶大家看過去 那基本上的話 你現在應該有一些心中應該有比較清楚明瞭 其實電化學跟熱力學這之間必不可分的關係 對吧 ΔG跟chemical potential 還有電位能 Electrical potential之間的關係 那電化學裡面我們在討論的電池 有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是自發的 自發的就是它可以提供電能 電位電能給其他的來做電供的 那還是一句話還是因為這一個 對不對 負NF ΔE 如果這一個是大於0的時候 ΔG是小於0它可以自發 那可以自發的時候它的電供 我們不是有證明給大家看嗎 ΔG它其實就是自由去做供的能力 那從變化學來講 它就是可以去做電供的能力 做電供 那當ΔG小於0的時候表示的是電供是正的還是負的 電供 最小於0嗎 它做復工表示什麼意思 做復工 對 系統對外界做工 也就是說它本身就是一個電源 它提供外界去做電供 OK 那但是反過來如果現在是ΔE是小於0 它不是一個自發 那在變化學裡面就是我們常說的電解電池這種 電解電池 電解電池必須要有外來的電源提供它 才能夠反應才能夠發生嘛 對不對 那所以對於電解的過程來說 電解的時候ΔE小於0 小於0所以ΔG是大於0的 ΔG大於0 那麼它就表示電供也是大於0 大於0的意思 那你們曉得了就是外界必須要對外界對系統做工 外界對系統做工 那意思就是外界必須要提供電源 讓這一個電解的過程發生 可以發生 所以這邊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 基本上就還是氧化還原 氧化還原的過程 那氧化還原一定是同時發生的 所以它這邊寫的有一點像 the oxidation reaction occurs in one cell the reduction reaction occurs in the other 就兩邊必須要同時發生 好 那電 potential Electrical potential 就電位能 包含你可以用氧化的過程的話 就是氧化電位 還原就是還原電位 那這之間都是以這個標準氫電集當作基準 然後我們就可以根據它們的跟標準氫電集的差值 你最後可以得到一個氧化還原反應它的重電位 DeltaE 那至於那個在電池裡面電子怎麼流動的 怎麼流動的記得嗎? 嗯 怎麼流動 怎麼流動 我看看有沒有一個土氫銅電池來舉例好了 好這個 氫銅電池 氫銅電池國中有學過嗎? 有嘛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recall一下就好 不用琢磨太多 所以氫銅電池誰的失去電子 誰的氧化性比較強 心 所以當心跟銅預在一起的時候的話 誰是氧型 心就是氧化比較傾向失去電子的 它去扮演氧化的角色 然後另外一個氧化性不那麼強 它就變成人家還原 所以在這個氫銅電池裡面 心是負責失去電子 就是要電子 銅負責得到電子 那如果現在有一個氫銅電池 它的電極棒 這邊是氫棒 這邊是銅棒 那氫要丟掉電子嘛 你從圍觀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些氫它會變成 它丟掉電子就會變成氫離子 對不對? 氫離子 然後電子呢 會被release出來 有一些電子出來 那電子會怎麼走? 會有一個電動式對不對? 有一個motivation讓它去衝著臉 這樣子往這邊走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一個電動式 這個potential? 因為它這邊丟掉電子出來之後 發現這邊是有得到電子的形象的 銅要得到電子 所以它會有一個這樣子的motiv 一個電動式 那銅你從圍觀的那個角度來看的話呢 它這裡面是電解液 一定有銅離子 銅離子得到了電子之後 就會還原變成銅 所以在這邊銅的電子上面 會有新的銅附著上來 所以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哪一個電子的重量會增加? 銅電子的重量增加 加薪減少 然後電子流動的方向是從這邊到這邊 那在這種電池 不管是新銅電池 或者是任何其他電池也好 還有哪一個device 哪一個元件也扮演重要角色? 岩橋 岩橋在這邊 岩橋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有兩個重要功能 第一個 溝通電路嘛 對啊 你如果沒有電橋的話 它這個就沒有辦法連成一個通路 所以岩橋第一個角色是溝通電路 第二個呢? 維持電中性 維持電中性 因為你看你這邊心 心它不斷的失去電子 變成心離子 所以心離子的話 它的陽離子是增加的 那怎麼去維持這半邊的電中性? 岩橋裡面通常它是含電解液 強電解質的電解液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陰離子下來中和 陰離子過來中和它 那反過來這邊因為銅離子不斷的變回 還原變回銅 所以陽離子變少 陽離子變少的情況下呢 電解液當中的陽離子就會下來中和 去確保整個系統的那個電中性 好 好 就這樣 對不對? 還有沒有其他沒有提醒到大家的? 應該 應該心同電池需要注意的就是這些 還有在標準狀態下是EM 那當他們這個濃度偏離EM的時候 那你就applyNurse的equation 去算它偏離的程度 偏離了多少 或者有時候也可以反過來 它告訴你偏離了多少 讓我們去回推它的濃度是多少 這個都是可以去運用去算的 那都是用Nurse的equation來算的 那課本上有一個表 去列出各種金屬啊 或者是常見的離子 它們的氧化還原電位 大家幫過來看一下 第11章的部分 再來480頁 480頁 好 所以這邊列出的是 以reduction potential 還原電位來看 好 那我們來看星同好了 星在哪裡? 星是多少? 星 負0.76 星的還原電位是負0.76 這是星的 星還原啊 它現在都是還原 所以2正變成星 加兩個例 那銅的呢? 嗯? 銅在最上面 0.34 好 0.34 銅的 銅的還原 是0.34 好 所以這個星銅電池 它的氧化還原電位 是多少? 能不能馬上算出來? 可以 對不對? 誰還原? 誰還原? 銅還原 都一樣而已 你要去比較氧化電位 或者是還原電位也好 都可以 你去比較 你要從還原電位來看的話 還原電位強的 它會優先還原 那另外一個 就只好被迫它是氧化 所以它就要reverse 它就是氧化嘛 氧化的話 就變成是進行的是什麼? 反過來 星 然後變成星二正 加二一負 所以還原電位變成氧化的時候 數值一樣符號相反 所以它就變成是正的0.76 好 那一個氧化一個還原 氧化還原電位怎麼算? 加起來 加起來 所以就變1.1伏特 就這樣就算了 那我們在平衡的時候 氧化還原電位需不需要乘除? 加減 乘除 不用了 那個特別記好 那個跟我們之前在講 黑斯定率算ΔH不一樣 這邊的係數你在平衡的時候 那只是為了要平衡 然後去確保它的是電子數一樣 但是氧化還原電位的話 這個都是分距義 標準氫電極位基準的 你在這邊你係數去調整的時候 這邊不需要去調整 所以這讓我們計算就更方便更簡單 然後去決定了哪一個是氧化的 哪一個是還原 然後去把它加種起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課本好啊 來看到我們課本一起看一下 從474頁這邊 Galvanic Cell 其實不管是什麼cell 你只要能夠決定它的主角 那誰是還原的 誰是得到電子的 誰是失去電子的 那對這個電子應該就多少都可以掌握了 好像這個的話 它是用過猛酸跟得到電子 變成猛離子 然後鐵 從鴉鐵變成三甲的鐵的這個過程 那你中反應就平衡嘛 好 然後電位咧 你去參考那個表 然後去算出來就可以了 好 然後400 翻過來476頁 476頁 那個溝通電路 也可以換成這種porous disk 多孔性的這種 它的角色是一樣的 欸你們那個這一學期 有做微型電池的實驗嗎? 好像還沒 那個是實驗9的部分 實驗9的部分 我們會有一個讓大家去做微型電池 那那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不是用傳統的岩橋 但是還是要讓它達到能夠溝通電路 維持電中性的效果 到時候你們會做 對 它可以節省空間 好 然後 這邊應該還好 基本上 大原則人如果知道的話 其實這邊沒有太難 太難的 應該沒有太難的地方 好 因為它另外一個名稱叫電動式 Electromultiforce電動式 或者是簡寫的話是EMF 那用什麼來量測? 伏特劑 去測量電壓的話 你們有用三用電錶嗎? 有 可以去量電壓 那也有一種是只能量電壓的 叫做伏特劑 就算能拿用來量電壓的 或者是potential meter 都是可以去量測電壓的 再來十一之二是standard reduction potential 標準的還原電位 那標準還原電位 所有不同物質 它的標準還原電位 就是跟氫電子去 氫電子去做比較得到的 你看到478頁 好 這邊有給SHE下了一個定義 standard hydrogen electrode at hydrogen的濃度是EM 以及氫的壓力是EATM的時候的電池 那其他所有都是去跟它做比較 所以這邊也沒有問題 479頁 帶你去看 星銅電池的那個 然後還原電位是怎麼求出來的 我們剛剛臉才在貼本上修給大家看 好 然後480頁 好 那個錶啊 這個錶會蠻有用的 有的時候你在平衡 平衡好之後要查錶 好 那個考試的話 有可能這個錶會附給你 那你就去計算 這個不用背啊 好 那再來就是教你 課本上修 你怎麼去平衡半反應 好 然後平衡完兩個半反應之後 怎麼結合起來得到一個完整的氧化還原反應 它的平衡式 以及怎麼去算它的平衡之後 那氧化還原電位 總統合氧化還原電位 那這個應該以前你們有做過很多練習 我相信 好 好所以480頁這邊 481 481頁 兩個平衡 482頁 482頁這邊 然後這個都一路這樣帶過來 但是其實 重點就是我們上課講過的重點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很多的樣子 好 再來483頁 483頁這邊就開始提到電工 工的部分 Electrical work 跟自由能以及跟電位之間的關係 那電位 電工我們上次有 在講的時候我跟大家講怎麼算的 電工嗎 電工嗎 對是什麼 Q 然後E嘛 好 那課本上比較聰明 他知道有些人可能會confuse 那個energy跟這邊的電位 所以他用那個epsilon這個來表示電位 但是我們 心中清楚明白 好這一個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 是電位 不是energy 好 所以11-3這邊我們講過了 然後484頁這邊 你再翻過來看 基本上這邊就是在告訴你怎麼去算電工 以及電工跟自由能之間的關係 好在485頁這邊 好 電工的maxima就是 電工他的那個maxima是等於delta G 好 delta G 那Q咧 Q其實就是 什麼 NF 1more的電量是F 那如果有Nmore就是NF 成像delta E 好所以得到這一個 free energy 跟delta E之間的關係 好 然後 Nurse equation怎麼來的 Nurse equation 記得delta G 等於delta G0 加RT 跟Q 對不對 跟Q 就能Q的那個 然後delta G0是什麼 因為它是在平衡的時候 平衡的時候嘛 平衡的時候這個是等於0 對不對 那平衡等於0的時候 你delta G就是等於 負RT 論Q 但是因為是平衡 所以就剛好是長 就平衡常數 所以變成這個論K 然後呢 負NF delta E 等於負NF 負NF delta E 在標準狀態下的話 就是10 好 然後加RT 跟Q 那你左右兩邊都除以負NF 你就得到了 nurse equation 非常簡單 好 就這樣子得到的 所以又再次推導了 推導了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是在11-4的地方486頁 dependence of the cell potential on concentration 你當你的那個物種的濃度 不是剛好1m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情況都是這個例子 好 很少剛剛好1m的 好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算 就是利用applied nurse equation 去求出偏離標準狀態的情況下 它的電位差 它的那個陽環電位 好 然後下面這個是比較一般慣用的 就是applied在室溫25度C下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那個run又換成load 得到了這個方便使用的式子 但是你也可以換成在不同溫度 那它那個0.0591會變成不同的值 只是插在這邊而已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舉例舉那個骨光鋼鈕 它在我們體內怎麼隨著那個不同的 不同的氧化 它的氧化態或者是還原態 GSH跟GSSG 它那個濃度的變化的時候 那氧化的氧化還原電位 怎麼跟著做調整 好 這邊我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了 好 所以488頁 它舉的 課本上舉的例子比較簡單 它就是用那個氫跟VO2症這個來當作例子 來秀給你看 當它物種的濃度偏離1m的時候 它的氧化還原電位怎麼變 本來標準狀態是1.76 然後這些濃度變了之後 你經過去帶柿子進去算 變成後來是1.89 所以會去要知道它怎麼來的 背後其實是熱力學 知道怎麼來的 然後知道它怎麼用 知道怎麼用還不夠 你知道它的意義 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它的物理意義在哪裡 好 然後489頁這邊 其實它就是舉各式各樣不同的氧化還原反應的例子 你的不同的電子變化的時候 那氧化還原電位怎麼去改變 還有490頁這邊 490頁 Calculation of equilibrium constant for reduction reactions 我們平常在講氧化還原 在講平衡常數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的數值 比如說10的20幾次方 10的10幾次方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奇過 它是怎麼求到的 怎麼得出來的 它就是從Nurse Equation這邊 我們看一下它這邊有一個例子 你怎麼去算 因為在平衡的時候的話 Q剛好等於K嘛 對 所以如果它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的時候 其實它的 你可以利用Nurse的equation 去求出平衡常數來 像課本這邊490頁就有一個例子 然後對這個 例題11-6 好 那所以你半反應的那個還原電位 你知道了 然後你去算出這個反應它的總氧化還原電位 然後你帶進去Nurse的equation 因為你這些有一些可以量測到的 比如說不同物種它的濃度 這個是我們實驗上面可以量測得到的嘛 你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之後 然後去算數K 得到4乘上10的22次方K 這種大小是我們量測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實驗上能夠量測到 然後帶式子進去 你就可以去求出 求出像這個K的4乘上10的22次方這種數值出來 好 好那再來就是concentration cell 這邊一樣 這邊都是那個Nurse equation的應用 有聽過濃差電池嗎? 濃差電池 或是說濃度差電池 欸那你們現在高中教導量比較少齁 還是說你們高三有一部分就後來後面就沒有上 剛好那個齁 所以其實有時候變少不見得是好事 我們學到的就比較少 對啊 但是沒關係 那個濃差電池其實它應用的就是這個Nurse equation 當濃度有差別的時候 所以他們把它叫濃差電池的時候 它的電位怎麼去發生改變 就是利用Nurse equation來得到 好 所以這是491頁、92頁來看一下92頁 好在這邊它不斷地去舉不同的例子 教你去怎麼用Nurse equation 那但是其實你Nurse equation 你只要知道它怎麼來的 其餘的所只是帶試子 帶給你各種不同的實驗的condition 下去算而已 好所以只要知道一個大原則 知道釣魚的方法 你就可以各式各樣的字都可以 各那個題目都可以算 好然後十一之五這邊 是在舉一些我們平常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電池 譬如說謙虛電池 有學過? 有嗎? 謙虛電池它的陽極的反應是什麼? 陰極的反應是什麼? 那這邊的話我請向大家自己看 好 謙虛電池 我覺得這個不需要花時間講 因為這個是比較記憶性的東西 只是說你要知道啊 謙虛電池的那個電壓是多少? 9 9 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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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3 1 2 2伏特 2伏特 6個串連就變成12伏特 認識 好 然後一般我們日常用的那種乾電池 Dry Cell 或者是它另外一個名稱叫 若克朗色電池 有聽過嗎? 有嗎? 然後它的那個裡面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陽極反應是什麼?陰極反應是什麼? 還有這個 好 所以11-5都是在介紹電池 還有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的陽極反應、陰極反應 然後11-6是介紹corrosion 腐蝕 其實腐蝕啊 我們看到的腐蝕啊 或是金屬變色也是因為氧化還原反應 很多是因為氧化還原所導致的 好 像自由女神 Refurbishing the lady The lady就是那個這位自由女神像 它的那個 那個雕像的顏色的變化 跟陽極反應有關係 好 然後11-7 欸 大家看一下 11-7就是在講電解 電解 比如說心酮電池 它的逆反應 逆反應就是電解的過程 一個自發反應 如果它的正向是自發的話 它逆向就不是自發 反方向就不是自發 如果對一個非自發的反應 它的反方向就是自發反應 好 那只差在你 它如果不是自發 你就給它一些電 讓它自發 就這樣 好 所以這個11章的基本的內容 其實大原格掌握起來的話 就不難 那有一些電池的部分 回去要看 有三種 基本上有三種電池 一個是謙虛電池 一個是乾電池 再來一個是燃料電池 那各種這三種不同電池的 氧化還原反應 還有它需要注意的一些細節 好 然後 我們明天還會再繼續講 氧化還原反應 但是講不同的level 不同的境界的氧化還原反應 這樣 從圍觀下面來看的話 氧化還原它是電荷轉移 有沒有聽過魯道夫 馬克森 魯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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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位在凱琴伯幣 加州理工 arts院的馬克教授 他因為提出電荷轉移的理論 拿到諾貝爾奖 那電荷轉移理論 其實就是雅化還原反應 但是從圍觀上 我們怎麼去更進一步的認識 電荷轉移的發聲 有哪個나� commodiv 需要注意的detail 那個我們明天來講 進階版的洋化和美白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加克